什麼樣子 哇 你要起來了 該做什麼 冷靜 冷靜 繼續 繼續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阿貴 我葉瑜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海滇 在我們整個台灣來說 鬧鬼 鬧事 出事的拍行裡面 也算是前三名 數一數二的 對 基本上我們現在拍這種探險 你沒有很辣的話 基本上是不用拍的 沒錯 那我們今天的地點是台灣某一個海邊 它也算是海水浴塘 經過這一段時間 然後還有蒐集了一些資料 其實也是不斷有網友投稿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才會來這個海岸 這個海岸跟葉瑜比較熟 我們請葉瑜來講一下好了 就聽說這邊的樹林 晚上的時候有一群學生在這邊夜遊 然後他們就是有一堆情侶就走散了嘛 然後就發現裡面有伸出一堆手 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樹林走散了 嗯 樹林裡面有一堆手 嗯 這手是從哪裡 也不知道 而且是白色的 樹林裡面有情侶走散 然後樹林裡面出現一堆手 是手從地上長出來還是從樹上面長出來 樹上吧 喔 樹上 對啊 對啊 你至少要今天講一下 對不起啊 所以要從樹林那邊生出來 是一堆慘白的 說不定是這個情侶故意走散 我懷疑一下那個案件的始末好了 可能就是有一群大學生 然後他們來這個地方夜遊的時候 有一對情侶 他不小心走得比較慢 然後又不小心走錯路 然後又不小心跟隊伍脫節 然後又不小心跟他男朋友一起走散 有這麼多不小心嗎 然後呢 你跟我講完啦 對不起 然後呢 這對情侶覺得說太害怕了 當下這個海風吹拂 然後又很冷 怎麼辦 他們身上有沒有帶打火機 要取暖對不對 要取暖也怎麼辦 互相擁抱 可能就做一些互相摩擦的一些運動 然後在取暖的同時呢 他們其實在這個激烈的取暖的過程中 可能會有一些這種運動比較激烈的動作 然後我們不常運動 缺乏運動的情況之下 你要是忽然做激烈運動 就容易產生腦部缺氧的情形 然後他們就會產生幻覺 他們就會感覺好像看到很多的手 那至於他們身上的感受 就是感覺到樹裡很多手在摩擦 在摩這個 其實也有解 其實就是樹裡面很多那種跳蚤 蚊子 沒有可能 在你身上這樣子 亂摸 對 你把你刺下去 我們還是要來求證這件事情 就是說 剛剛講的這個案子 其實只是一個個案 但是當一個個案如果出現 好幾個都同樣類似的版本的時候 那我們就有 來探究竟的需要 對 還有這邊也是說 以前是個自殺生地 對 我偶爾又是亂上缸 沒有沒有 到處都亂上缸 就有可能就是 游泳啊 也是被人家 因為那邊是海水浴場嘛 其實也不稀奇啊 就是只要是海水浴場 假日啊 還是暑假剛好又過月 這些都喜歡在這邊 對不對 除了做一些 然後其他的就是 玩水嘛 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不知道會不會拍到什麼東西 我們就直接進去 帶大家過去看一下 好 OK 怎麼感覺尿像很興奮 因為我們開場已經超過五六分鐘了 我是覺得會被觀眾罵 好 不好意思 我們今天這個小case 就輕裝上陣就好了 夜宇所以你上次回去以後 車正常 可以正常 正常 正常 完全沒問題 還給人家要檢查 他說 完全沒問題啊 都有電啊 有電啊 這麼奇怪 要問你啊 你今天車應該不會又鬧事了 不會啦 不會啦 幹 烏鴉嘴 你不要跟烏鴉嘴 好你 對不起 要不然我可以叫你推車回家 不要啦 不要啦 我可以陪你睡嘛 先不要 好不要 那就算了 你看 半夜就在海邊這樣子 按鈴收鳥 走吧 你有沒有 跟 什麼 異性的伴侶 然後來這種地方 在晚上的時候 其實沒有耶 真的啦 真的啦 所以說嘛 你完全 你有沒有那種浪漫的感覺 我為什麼晚上要跑來這裡 被蚊子咬咧 你不懂 所以你有過就對了 蛤 嗯 當然沒有啊 所以我說你這個人 就是一點浪漫都沒有 屁咧 我相信喔 如果拆得出來 這個地方是哪裡的人 他們一定就是有 半夜帶女生來這種地方 不曉得幹嘛 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對啊 所以這條到底是通完的嗎 問你啊 你帶的咧 你帶的咧 對啊 我也沒來過啊 聽到海邊的聲音了 嗯 我們聽得到海的聲音 然後這邊樹林還這麼大一片 嗯 這邊都還看不到海了 滿滿都是樹 嗯 看到了喔 所以當時他們應該是在這個地方夜遊 然後走著走著就閃了 然後他們就 然後 欸 有渴 嗯 就轉彎進去 好可 嗯 罵啾啾 嗯 超奇怪的 有聽到 太敏感 太敏感 怎樣你是 你是不是覺得半夜會有人把你抓走 抓進去草叢裡面 幹嘛 把我走了 嗯 我很害怕 像我長這麼帥 你不要用那個眼神看著我好嗎 哈哈 走了 走了嗎 繼續拍 掰不下去 掰不下去 看這邊就已經都是啥了 還滿多腳印跟輪胎硬的 欸你看那邊有一台車 很像那種警備車 警備車 對啊 它是綠色的 你確定不是人家情侶跑來這個地方 嗯 也有 不好說 不好說 對啊 來去看看 幹 你確定這樣看一看 然後換我們被零檢 我們把那個 這樣子有沒有 看一下裡面沒有人 結果他 他就換他拿手電筒 請到 啊不是 你們來海邊幹嘛 欸 我們只是來看看而已 真的 對啊 巡邏 巡邏車啊 對啊 走吧 去巡 巡邏車呢 這也是好事啊 就是 給海邊一個防線嘛 對啊 因為這個地方真的 太多這種 案件發生 所以說他們這種 暗房人員 他們還是會 來這個地方巡邏之類的 說不定他們是來這邊偷懶打傳說的 歡迎來到傳說對決 結果被我們抓包 打誤我們要不要打一場 剛好組一隊 對啊 如果他們是這種暗房人員的話 他們怎麼沒有 問我們 半夜跑來這個地方幹嘛 人家看你拿攝影機 你看他停在那裡 有兩個人 應該是不用擔心什麼吧 如果是一個人 你就該擔心了吧 總不可能兩個人 結伴來這邊幹什麼嗎 尤其是兩個男生 對不對 兩個臭男生 臭男生 所以什麼時候才會有另外一半 請問一下這跟我們今天的主題有什麼關係 對不起沒關係 蛤 沒有關係 我們今天有感應環節你知道嗎 有嗎 有有有 有這塊嗎 有有有有 是這樣 我們剛剛在車上討論的 我們繼續 我們今天有感應環節 我們繼續 有這回事嗎 有啊有啊 不要下班 我們繼續 我說有就有 不准反駁 有自動車 有自動車 沒有看到有自動車 人家出來買大廠包小廠 管你什麼事 到海邊了 所以他們當初應該是 說是這邊然後就是會有冒出很多手吧 是不用這一線樹嗎 對啊 而且 你剛剛照過去的時候是霧的 你那個 拿一下下 我猜一下鏡頭 是鏡頭的問題嗎 我是說有人喔 你在那邊好像會有人 有嗎 你不覺得觀眾好像都只有看到我們的雙下巴嗎 都胖了是不是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你是擔心人家不知道你有變他嗎 沒有我現在在瘦 其實夜宇他已經瘦了12公斤了 大家不要看他這個樣子 有啦 這個差不多回到我一年多前認識你的時候 再繼續 再保持 STOP 我們今天的主題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什麼 海邊 海邊 YES 該逼 該逼 台語啊 聽起來 貴貴的 喔 海逼啊 海邊 我們今天主題是這個 海邊 然後 為什麼我們今天的主題是這裡 那 其實 你看 你看起來了 該怎麼辦 冷靜冷靜 繼續 好 繼續 很好 絶技 海邊 現在 是 沒有 任何 沒有 不 有 沒有 你 沒有 沒有 對 對 像